既要引经据点 又要辞早有美 还要数位呼应 不但字数足够 还需阳光积极 这是我上学时对作文最原始的恐惧 直到我知道了一个真相 当你费尽心血来写一篇作文 老师看完它却基本不超过一分钟 十秒看开头 十秒看结尾 然后中间有超光速全力冲刺 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用剩下的二十秒 决定一篇作文的分数 似乎一篇作文的好坏 只能用分数决定 也只能用分数来决定 于是 我后来渐渐业务上的作文 都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句话很有道理 但对我没用 现在让那些小孩子写作文 好像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所以在一个月前 我举办了一个 童年比惨大赛的争闻活动 这次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点赞 我想起码会有上百篇参赛作文 在此期间残酷竞争 然后我们要通宵打蛋 反复比较 左右为难 才能让一片最优秀的作文脱颖而出 后来我发现自己想多了 到最后只有18个同学参赛 我不禁陷入了深思 然后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字 太好了 为了让这个比赛显得正规 大型 专业一点 我们把每篇更应了四分 这样就有了72篇作文参赛 去掉一些字数不够的 去掉一些离题的 再去掉一些逗我们玩的 经过第一轮的粗略筛选 只有11篇作文脱颖而出 在这11篇作文当中将会决出10个优秀奖 跟一个特等奖 但这每一篇都很难抉择 有因为玩鞭炮炸公厕被狂炫一顿的小朋友 有因为暗恋装病被送去住院的大兄弟 有开了几箱饮料 饮料盖都是谢谢会顾的倒霉蛋 有图施桑顺后没洗脸被满面亲戚笑话的射死人员 还有PDNPDN跟着别人烤竹筒 结果人家根本没做他的份儿哭着跑回家的可怜虫 这手心手背都是让人忍不住拍手称快的童年惨事 这让我不得不找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专业方式 来进行下一轮评选 嗯 经过一轮激烈的角逐 特等奖横空出世 果然比赛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一位吃不上竹筒饭的小伙子胜出 一番亲切友好的课套过后 发完奖金后 可能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任何联系 但有些事一旦发生 就像写在白纸的黑字一样 他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想我应该帮助他 每个人小时候总有那么几件梗在心中无法释怀 也许我不能认真对待所有的作文 但我可以确定不能放过这片 按照原文 将竹子砍下较长的一段 清洗 放入糯米 香菇 肉末 蚝油厚 塞上塞子 放在火坑上烤 我是我 确实令人无法自拔 不过我立刻就发现 这种竹筒饭有一种致命的缺陷 就是不够丰盛 如果用竹筒做出三菜一汤呢 那么这篇作文的作者 应该也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砍竹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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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笋笋 挖笋笋 下火火 人就是这样 不是轻言放弃 就是变本加厉 阿珍并不知道 接下来他将会做出什么温暖的贡献 直到混到米里 整件事情的真相 才被一步步揭开 可惜还是被笋子封了口 当然笋子的作用不只是封口 准备一些猪身上不用的排骨 再将冬笋切成小块 搞不清楚状况的还以为再填充意大利泡 其实不用惊慌 用竹筒煲汤是一件很合理的行为 既然如此 其实用竹筒烧鱼跟盐焗也是非常合理的 鱼是早上菜市场买的 盐是刚在家里偷的 但是昨天朋友家拿的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熟了只管下肚 至此 三菜一汤全部准备完成 按照原文 这时候需要大哥带着一帮子人做猪筒饭 所以我也还原了 小心 小心点击点 开放了 当饭熟之后 拔筛子 劈开竹筒 里面的食物带着白物跟香气 竹筒饭浓郁香爽 麻辣鱼麻辣鲜香 冬笋汤清香上头 盐焗蛋一个一口 毫无疑问 他们身上都有他的竹香味 时间久了 就连我们身上都有了他的竹香味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 那个小时候没有吃上竹筒饭 哭着跑回家的那个男人 可以想象 这对当时他那幼小的心灵 有多大的打击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助力每一个梦想 成就每一份尴尬 所以我想再锻炼一下他的内心 是的 这次依旧没有他的份 我们录个视频给大哥哥看 好 好 你要报道的风 今天我满车煮童话 就是还没有你的份 让你不要哭 笑一下 有时候 尴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被埋没 但总有人会把它挖出来继续编尸 你能做的就是对这件事进行封锁 特别是不要写成作文 那将会成为这辈子都绕不开的噩梦 不过到现在我依旧认为 一篇揭露着这些尴尬的作文 也远远胜过世间所有华丽的思造 这里是乌托邦 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系列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回味童年再毁掉童年 铁道旁赤脚追碗霞 玻璃珠铁和英雄卡 顽皮精密藏石销下 铁门前篮筐杨青花回味过去 但不要停留在过去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童年很美好 但未来也可以很美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一键三连 三连你亏不了三连我赚不了 三连是你我联系的桥梁 所以求求你给个三连 我给你跪下来了 这里是不给三连就不起来的乌托邦 我们下期见